今年华为在Mate 20系列进行准备,的确是有些疯狂,你们将包含至少四款机型,比如Mate 20,Mate 20 Pro,Mate 20 Pro保时节设计, 以及现在刚刚曝光的Mate 20X,现在Mate 20系列的第四款机型终于浮出了水面,据说这款特别版最终将关于Mate 20X的称号,不过除了屏幕更大外,其余的特点并不是很明显,甚至可以说是感人,Mate 20X配置曝光7.12寸屏幕的亮点其实之前华为曾发布,那一款样用8X的手机, 即就是配备了7.12英寸屏幕分辨率1080乘以2244像素,屏幕顶部有美人间,底部的下巴宽度略宽,背部是指纹识别,而华为此次发布的Mate 20X,就相当于荣耀8X先了华为的标而已,两款手机完全一致,不过华为还是在一些细节上做了调整, 比如背部将换上真皮后壳,整体效果跟之前的P20 Pro真皮白很相似,但是由于成本限制,所以使用的皮革可能是原造的,配置中规中矩价格是亮点除了外形烧像铜白, 配置上Mate 20X也是把荣耀8X的方案给平移了过来,依然搭载焦龙660处理器,后置1200万,像素加200万像素双摄,同时有4加64G和6加128G,两个存储版本的可选,运行人,Droid 8.1系统。 此外,这款Mate 20X,也将提供5000mAh容量电池,不过支持的可能是22.5W快充,至于大家关心的售价,据说起步价格是2500元以上,毕竟隶属于Mate 20系列,售价相比荣耀8X翻倍也是必然。 ** ** **